洞食商店 全市就只有這一家 我覺得是一個 一拉一拉一拉 飯場辣椒,一拉一拉,一拉一拉 大家都不能說八十位 我們都不在說八十位 不是這樣而已,不是東西而已 包括對建縣都要說八十位 講話對 我們兩個女朋友就知道這勢勇的 你是不是? 有沒有作用 這是王娟公媽媽的 我們這都會 這都會 他就都會 他就說 御嬌娟公 那是 他是御嬌的娟公 我要主 我一定要 我們不然看 謝謝 謝謝 我們來 我們來 怎樣 要給我打了 要給我打了 要給我打 來 店長 要告訴他怎麼會籌幣 店長要來 要來買誰要來嗎 對啦 對啦 到這裡買東西 大家要自己算錢 然後自己 自己買錢 自己買錢 自己買單 沒有刷卡 沒有收據 有收據 有收據 沒有收據 這要收據的倒數 對 好 來 大家要去吃別人買單 1 2 3 好 謝謝 正式 正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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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一個鏟燒麵 那要做啊 你這樣子量才會有辦法 沒有效果 可是說多少面積 那有產量會多少 這人都專家啦 今天要煮一個鏟燒麵 你要煮一個鏟燒麵 鏟燒麵 才能夠吃到有多少面積 要做 每一人的鏟燒麵 然後進一步 空氣 才會有價錢 還可以 好 麻藝先來吃 來啊 二百塊 麻藝在那邊 開花在可以帶著走的麻藝 麻藝可以帶著走的麻藝 可以宅配的麻藝 麻藝 麻藝冰淇淋 讚 麻藝帶人的包 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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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讚 不好意思 讚 蘇家蠢 動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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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家蠢 動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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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損 我們有一個鏟燒 好 好 好 我們在場 有我們的幹部市長 還有我們社區所有的幹部 還有社區我們的朋友 兩位我們的議員 張耀宗、張議員 還有何文涵 謝謝 今天非常高興 今天很高興 我們很高興 來 大禮拜 大禮拜 一間 全國委員的商店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結識的商店 就是我們的誠實商店 就是誠實商店 這個誠實商店 我還沒有踏進來之前 那我的助理向我簡報 就是說誠實商店 是自己拿了店裡的東西 看它的價格 自己要付一樣的錢 而且要很坦然的要付這個錢 那我就想說 那一定會有人 是不是拿了不付錢 還是拿多付少錢 但是我相信 看到誠實商店 走進這裡 自然的你心裡就會很坦然 很誠實 因為這個環境 一定會讓你覺得 如果你想拖雞摸口 還是想要稍微 這個佔一些便宜 那你心裡一定會不安 因為有兩個字 就在那裡誠實 這個就讓我想到 給我想到說 在去年政府在推動 所謂的油品運動 花了將近十幾億 要來推動這個運動 但我覺得這個運動 應該請部長來這裡看一下 教育部長看一下 在我們非常遙遠的台中市的 這個風速館 風速社區 就有一家誠實商店 這個是免費在幫政府推動 所謂的油品運動 裡面的誠實 所以如果部長來看 一定會覺得 我那十幾億百花了 你看人家社區 已經開始在默默的推動 這種情況 就讓社區來這裡觀摩 讓社區來這裡觀摩 社區自然就會誠實 這個就不必省 花那麼多的錢 那社區來的話 互相觀摩 也會帶動在地的關擾 因為有其他的人 會到這邊來 會買我們社區的農產品 這個就是行銷 透過我們特色 透過我們自己長期經營的一個傳統 文化的傳統 這些都可以 帶給我們經濟的利益 帶給社區的環繞 帶給外面我們的子女能夠 反向來參與整個社區的一個營造 進一步的 讓社區的文化能夠有趣的來經營 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社區營造的結果 我們估計非常的佩服這個社區營造文化學會的 將於市長的團隊能夠把這裡打造得這麼好 這個就是未來政府所要追求的目標 如果一個是未來的大台中市 每一個社區都有像這麼有心的人 在該社區來做整體社區總體營造的話 那整個市未來 這個文化制裁是非常可觀的 你一點一滴匯集而成 就像一個大的合流 然後再匯集變成一個大海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這個社區 就是放手下這個社區 只能說這就是社區的工廊 但這個工廊就像一個火箭一樣 這個火柴的一個小火種一樣 它一點然是會將社區總體營造的精神 來廣泛的燃燒 這一點才是我們未來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那家全非常榮幸能夠來參選大台中市市長 我看到我們大台中市的每一個 不管是偏僻的角落 還是在市中心的一些據點 都是讓我們非常值得來行銷的點 像今天這個點 還有我們這邊的農產品 麻衣 麻衣就是黃麻的一個韌芽 跟它的韌葉 就是它帶它為蝦仔跟它的蝦仔 你看我們經過柔搓之後 就變成非常好的一道食譜 加上這個寒季 加上這個小冰箱魚 我那天剛吃到 我說哪有這麼好吃的味道 他說麻衣 麻衣我以前也聽過了 怎麼看過呢 招人去看 很多人在那邊 他說你還不吃一口 還好 他說那裡有做黃麻 黃麻我們都知道 他在做攝影 但是你看 我們可以進一步的變成 可以使用的特產 農特產品 所以以後我們有機會 來做大台中市的市長 無論這麼漂亮的工業相照 環保相照 我們都要讓它 在全國甚至於全世界看得到它 那麼好吃的麻衣的產品 冰棒 還有我們的牛扎塔 這個都是未來 我們要讓全國的相信 能夠共享 我們的農特產 所以我覺得 今天收穫非常的多 那從這裡我們學到 富蘭克里講的一句話 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誠實才是最好的政策 那我加上一句 誠實是勇氣之母 只有誠實你才 講話才會大聲 所以是勇氣的來源 所以誠實是勇氣之母 每一個政治人物 我們不能欺騙我們的百姓 不管是在政見的理諾 在目標的追求 那一過程 我們都應該誠實地面對 可能面對 我們不是 這個才是一個政治人物 我們應該做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的感動 祝社區 我們要在我們江里市長的領導之下 繼續往前來邁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